儿子拿手里手机玩,一会屏幕弹出条信息,我看后怒把婆婆赶出家门。 我叫王琴,今年31岁,有一个5岁的儿子。 老公跟我是一个村的,结婚之前,他一直在外打工,跟我结婚的时候没混出什么名堂,婚后我就没让他出去了,我们一起去城里找了工作。 一年后,我生下了儿子,我留在家带孩子,伺候两位老人,他一个人在城里上班。 婆家条件比我娘家好,公公以前是村干部,后来带着一帮人搞大棚种植蔬菜,带领大家致富,村里相亲都很尊敬他。 老公还有个弟弟,从小聪明,后来考上了名牌大学,毕业后在外地发展,婆婆每当说起自己的小儿子,一脸的自豪。 老公没念多少书,人憨厚老实,做事非常勤快,自从我们结婚后婆家大小是需要跑腿的,都是老公负责。 记得有一次,公公半夜胃痛,晚上叫不到车,老公背着公公吉里路走去镇上的医院,出一身的汗,他对父母特别孝敬。 前年,在公公去世之前,我们想在城里买了房,公公给了五万块钱,装修好后一家三口搬了出去。 可是没过三个月,公公突发心机梗去世了,老公很内疚哭得伤心,还抱怨我急着想去城里买房,没能在家照顾父母。 公公公走后,老公把婆婆接来一起生活,婆婆身体好,不需要我们操心。 小叔子去年也结婚了,弟媳是外地城里的姑娘,家里就她一个独生女,父母单位退休的,家里条件非常好。 平时小叔子和他媳妇逢年过节回来待几天。 上个礼拜,弟媳休年假回来了,中午的时候我做了一大桌菜,怕不合他胃口。 吃完饭儿子要玩手机,我手机在充电,弟媳把手机给了他,婆婆跟着弟媳出门散步了,我在家收拾桌子洗碗。 忙完后,我陪着儿子,一会弟媳手机弹出一条信息,是一条转账信息,儿子点开了,竟然有56万入账,这么大一笔钱实在是让我吃惊,想着弟媳真是个有钱人。 正当我起身,突然想起了婆婆老家房子拆迁的事,好像赔偿款也有好几十万,还有三套还建房,说是快要拆了。 我越想越不对劲,打了一个电话回娘家,才知道村里有些人家拆迁合同已经签了,好多家钱都拿到手了。 我心里一肚子火,要珍视家里的拆迁款,婆婆把这钱打到弟媳账上,到底什么意思,越想越生气。 他们回来后,我当面问了婆婆家里赔偿的事,婆婆说还没下来,让我别操心。 我把弟媳的手机信息打开给他们看,两人都不说话了。 我生气地说,你这么爱你小儿子家,你怎么不去他们那里享福,哪有你这么偏心的父母,我和你大儿子哪点做得不好?你还跟着我们干嘛? 婆婆听我说完后,气得离开了,弟媳尴尬地追了出去。 老公下班回来后,知道发生的事跟我发脾气,他从来没这么大声吼骂过我,让我去跟婆婆赔礼道歉。 大家评评理,我能服这个软吗?我以后在家还有什么尊严?